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Jana 老门镇 今天我们的嘉宾 我是郝嘉烈 大家好 有看你们的节目 谢谢 Danny 今天安排了一个车 给嘉莲试 我知道嘉莲很喜欢车 我们一说开 当然是不断 今天安排了一部新的Porsche 718 给嘉莲试 原来 不说也不知道 嘉莲自己也在驾驶Porsche Kamen 你觉得嘉莲试完这部车 我最主要 因为我对保时智的汽车 已经很放心 不要管它什么 它叫Power 已经有了 我最喜欢的车是要舒适 开出来的舒适 因为你不会有太多路 给你去所谓的飞 即是香港也无脑飞 要不然你驾驶Porsche 这样飞 那部车牌一踢就 没有了 很霸佛 所以因为舒适 我觉得驾驶跑车一定要 因为你不是落窗 是 那部车牌的车 那部车牌的车 可以就行了 这个就是和他性格的 因为我和嘉莲认识了很久 他这个人是比较发系的 他这个人是发系驾驶跑车 我自己也觉得 如果我自己驾驶过这么多 所谓Supercar 或者跑车 Porsche是最舒适的 是所有的 我想老总你试车和素 是最舒适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他的开篷 我不是驾驶很多开篷车 我经常都以为 你在驾驶车 他会驾驶三公斤 你不要这么说 我一直在车牌被他笑 我就不是被他笑 这么多 他大力兄 所以我刚才驾驶三十米车 他真的慢慢驾驶 是 你下雨怎么办 你下雨怎么办 因为我很少驾驶车 但是因为刚才我们试车 就是张骨骶 高液村 很多层 是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会有影响 是 但是如果驾驶车 有些新界、郊外 在宾池下也挺棒的 那删逢是否快 也快的 也可以的 我想它大约三十秒之内 已经删逢了 一个键就完成 一个键就完成 开盆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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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现在多了很多电子东西 以前我记得Porsche 没有那么多电子化的东西 现在多了很多 有电子的HIFI 触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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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要摸索 我都会觉得 手机在哪里 全部都是那些 真的太香了 我看你拉 对 会否有点 你觉得有什么不足 有什么不足 有 因为更加好一点 可能是因为 它的帽子阻碍了 我的车尾箱的时候 摆不到 对 我自己那一刻 这个一定要牺牲 我自己那一刻也是 习惯了 我现在习惯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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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的 可能911是4座 911是4座 4座 它后面那两个乘客位 都可以摆在 对 你那么喜欢呢 你喜欢Porsche 我想我很小时候 已经设计模型 是 都常常买保时捷的车来设计 是 希望 有机会有机会 有机会有机会 我也设计模型 很正能量 小时候已经 不是 不是 有一个肉店 可以 所以慢慢闻 因为它的外形 漂亮 特别是1960年的Porsche 哇 真棒 你让我拥有到一部 当然要摘得很漂亮 摘得很漂亮 摘得很漂亮 但它是很有味道 是 它的外形 那么多年来 它的改变 不会太大 是有它的传统 是 所以我很喜欢 它出来的感觉 我不会说 哇 哇 真的这么夸张 就是这件事 不要太夸张 但它有它的实力 嘉年 其实我看你也喜欢跑车 是 之前还有没有駕駛 之前有 GT86 对 GT86 即是画题车 对 那一部车 对我来说 我觉得会比较轻一点 试过 真的 你一比油 可能车车轻 它真的脱了 所以你要习惯如何控制 如果少駕駛 车车车车车车 可能会有危险 但那一部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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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坐的車子很害怕 很猛 駕駛的車子沒有東西 坐的車子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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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叫他們 我知道嘉年也駕駛電單車 電單車的速度更小 其實兩種不同 電單車的操控 以及你要顧及的東西更多 為何你駕駛比較小 人家看你 即我們駕駛車好一點 會猜到那輛私家車將會怎樣做 別人將會怎樣做 所以你要第一時間去考慮你怎樣做 你不是去到他來你才做反應 太遲了 太遲了 即我那個人慢慢長大 越來越害怕 而且看得多 以前沒有這些片看 以前沒有這些片看的時候 要做什麼才知道 現在不是 你看得多 如果讓車友看 他這樣看一看就會開始害怕 其實是好的 你會害怕才會小心 所以電單車是另一件事 我發覺一件事就是娛樂圈 很有性格的男演員 每個人都喜歡電單車 每個人都喜歡電單車 對我來說 我當年跟24噸過車牌一起考 是嗎 因為我考慮準備 完成 我用拍戲的時間 好的 為甚麼呢 如果說電單車 你沒有電單車牌 首先你不知道怎樣開 還有你不能放到Y照 你又不可以停 很遠拍你 全部用替身 或者你要上個假 假在裝模仿 在裝模仿 裝模仿 裝模仿 方便一點 在拍攝方面 因為我自己覺得做一個藝人 你沒有工作的時間 你盡量學一些 對你 很準確的態度 對你這一行 其實不是藝人 其實做哪一行 增值自己 就算我們現在做傳媒 也是 我都不會猜到 我坐在這裡要對著鏡頭一樣 是呀 說到疫情 你會不會特意換架開風車 我沒有 或者養少一架車 改行我坐車算 我經常都坐車 我真的經常坐車 這是真的 因為首先我會考慮甚麼 我駕駛出那個地方 拍車 因為很多地方 首先很貴 三十多元一個小時 三十八元 你拍幾個小時 我坐車真是方便 即使我坐的士 我仍然可以 更快樂 但你是藝人 你會不會乘工 我會 我經常都會乘班 尤其是以前都會乘 我經常坐 我車輛轉地鐵 我經常都坐地鐵 因為方便 方便 真的方便 去哪裡 除非那裡是散家 還要再想辦法 我會考慮 首先要考慮 那裡有甚麼 泊車方便 不泊車不方便 我就坐車 一邊 而且如果時間許可 有得泊車 我也會選擇坐車 因為你時間可以自己選擇 用意控制 你經常看 不用掛車 車場九中三十多元 其實嘉年你會 為甚麼 如果我問你 我現在就當大家不用擔憂了 沒甚麼要做 沒甚麼要做 你會做甚麼 我甚麼都會做 是嗎 我以前進行TVB的時間 剛開始未有那麼多東西拍的時間 我只是在網上賣的 我試過在網上賣的東西 Ebay 賣魚的用品 賣到後來就在香港 問代理拿播 都是反相網賣 甚麼都要做 如果我真的沒甚麼要做 譬如說我送外賣 送外賣 甚麼有 你經常會多提示 如果你去送外賣 我是不是拍照 自己話之外 很多東西我都想去吃 賺食 又不是打家劫舍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要踩單車去送外賣 因為要賺食 甚麼工作 都做 我們應該逆境真的要持強 沒錯 不要再想一些不好的事 謝謝你 謝謝 我們希望之後再上來節目 再談 好的 再見 謝謝 再見 再見